由唐继理指导 成龙 杨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极先锋》 近日宣布将定到2020年大年初一 这一消息已经发布 便引发了影迷们的广泛关注 算起来 这已经是成龙与唐继理合作的第九部电影 自电影《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起》 两人已经合作30年 联手打造了多部优秀的龙氏风格功夫大片 并在喜剧武打的路上不断寻求着突破 《警察故事》系列是成龙的代表作之一 1985年由成龙指导并主演的 第一部《警察故事》一经问世 便掌获多项大奖 而鄙视唐继理仍以武行的身份 在香港影视圈抹爬滚打 直至1991年 唐继理凭借《魔玉飞龙》一片 展露头角 影片惊险又充满趣味的独特动作风格 催生了日后成龙与唐继理的第一次合作 合作的第一部片子就是《超级警察》 那个时候几乎是用我自己的团队 邓景生跟他一起去聊这个剧本 慢慢从聊剧本拍戏的过程中 去看这个小年轻人拍戏的那种渴望 那个时候在旁边还附助他 去把这部《超级警察》拍完 得到非常好的票房 口碑 见不到阿兵 我不放人 上车再说 不行 别踩 小心 小心 快点把我放过来 拍《超级警察》的时候 我是一个新导演 我就希望不要半路给他炒掉就好了 所以我是想办法 把我自己毕生所学的 我都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我认为那个戏怎么表演比较合适的 我把它的性格给改了 有前两部《警察故事》逐一在前 唐继理在接手《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时 格外用心 在他的创作下《警察故事3》 第一次让成龙饰演的陈家居走出香港办案 在场面上更是将马来西亚追车 火车顶级站等精简镜头 融入叙事空间 影片在极大的拓展了视觉性的同时 还在角色设置上 引入了由杨子雄饰演的女性警察形象 我觉得如果我是按照他的一个举本来拍的话 可能我很难超越第一第二部 所以我就要求我能否改剧本 最后就同意 我就改了80%的剧本 再把杨子雄请进来 最后就成就了一部男的女的 两个最能打的也最能演的 这两个男女主角 做了超级警察 有了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的成功试水 成龙与唐吉利于1993年又合作了超级计划 在积累了足够的默契和人气后 他们的成绩也引发了海外发行商的注意 1995年两人联手打造了贺岁党大片《红帆区》 腾龙不用替身 不吊威亚 不用特效的玩命精神 也在国际影摊引起了震动 其中《红帆区》中最著名的便是 很多影迷心中的动作经典 天台一跳 这是因为美国的演员都是用替身的 他说我没有替身 I do my own song 那这一个是我们宣传的口号 所以当那个在首颖的时候 在好莱坞首颖的时候 是非常震撼的 刚刚开始去和柳霍失败 就是要学他们的东西 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 我放弃了美国市场回去 做自己的东西 就给他们看重 你才知道 原来不要学人家 做自己 专业的时候 你用心地去重 你就是专家了 随后成龙和唐继理 还合作了警察故事室 神话等多部影片 这对黄金搭档在推陈出现的同时 还将推动中外电影文化交流 始为己任 相继推出了十二生效 功夫瑜伽 以及将在2020年上映的影片 《极先锋》等多部国际巨制 中国电影走出去 是我一直以来致力的方向 所以你看我写的故事题材 在八个拍摄的地方都在外国为主 而且经常都是用双语 因为我有打尽好莱坞的经验 我一直想要推销更多的中国演员 让国际上的市场去认识 还是做我自己的东西 结果你坚持去做了 你就成功了 今天我们的中国电影逐渐的强大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新的电影人 就把每一个人的职业做好 所以令到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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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